当2011赛季的勒布朗穿着迷阿密热口队的6号队服出现在骑士队主场的时候 骑士队的球迷爆发出了雷鸣般的噓声 这一整年阿克伦的老乡们把他当作叛徒 二五载 刷他的球衣在论坛里冷潮热讽 要说黑子们最开心的还是热口三季头抱团的失败结局 谁也想不到系列赛最终的赢家会是诺维斯基的小牛 大家好 我是Michael 这里是体育那些事 今天我们接着上期节目继续来跟大家聊聊2012年的热火 2012赛季也是一个相当忐忑的赛季 由于劳子双方未能在一年7月1日 即旧的劳子协议到期之前 旧新的协议达成统一意见 联盟被迫停摆 根据记者们后来的说法 那一年联盟的老板们准备缩减工资帽 给球员们来一次集体降薪 他们认为球员的薪资总额占到联盟收入的57% 有点离谱 小球市老板也对连年不断的亏损感到难受 为了不像去年的冠军赛一样 迷失在钱德勒和马里昂的场地丛林之中 詹姆斯休泰奇 败是奥拉周旺精进地位技术 提升自己面对地环时的硬解能力 球队内部的沟通也着有成效 斯波教练开始重新考虑对詹姆斯的定位 让詹姆斯发挥自己权能的优势 而不是固定的让詹姆斯当某一个位置 同时韦德面对记者公开表示 支持詹姆斯成为球队的老大 自己则会开发物球套路 通过增重增加自己对内线的杀伤力 做好自己二当家的角色 对于韦德来说 更大的挑战来自他的身体状况 2012年夏天的休赛期 韦德进行了左膝盖的关键镜手术 恢复期为4-6个月 并因此缺席捞运会 手术之后韦德也更换了自己的体能训练师 事实上韦德在2011赛季的球队水平 也下滑得很厉害 16-23尺的命中率 降到新秀赛季以来第二滴的33% 为此韦德在新赛季 更换了自己的投篮教练 准备捡起自己中距离的绝活 为了缩水的赛季 能够有更多的流量 联盟间圣诞大战定为新赛季的节目战 热火队在圣诞大战中 迎战圣赛季冠军赛的老对手 小牛队 面对着年龄又大了一岁的老牛队 热火直接用冲击力冲死了他们 球队的快攻得分高达31分 占全队得分的近3分之一 未免攻击小牛队的快攻得分 则只有10分 从赛季过后 这场比赛基本上就失去了全面 小牛队最多落后35分 全场比赛 詹姆斯和韦德合力贡献了63分 例行赛开局的五连胜 让大家看到了一个真正可怕的热火 勒布朗詹姆斯成为持久贺金后 几乎无所不能 当赛季场均27.1分 7.9篮板 6.2助攻 0.8盖帽 1.9抢断 命中率为53.1% 带队胜率为69.7% 在LVP专家票选中 詹姆斯的首选率高达70.25% 得票率为34.16% 而杜兰特的首选率为19.83% 得票率为28.28% 韦德在进攻端更多的出现在低位 通过自己的力量优势 脚步和丰富的内线技巧 接近游击区区得分 低位的效率一度排到联盟后场前三 2012年NBA借户赛首轮 热火4比1神神草草尼克斯 第二轮4比2击败6马 晋级东部决赛 2012年东部决赛 热火对塞尔提克 绝对是NBA史上最经典的对决之一 因为詹姆斯和比尔斯 可以说是一对死对头 比尔斯曾带领塞尔提克 在借户赛中多次逃下詹姆斯 很多人认为如果没有塞尔提克三巨头抱团 热火队抱团南海岸之旅 或许也不会成型 2012赛季是勒布朗加盟热火的第二个赛季 如果这个赛季不能夺冠的话 三巨头有可能面临解体 而塞尔提克或许就是当年联盟中 最强大的对手 那轮系列赛热火先是连赢两局 但随后塞尔提克连盟三局 将大比分改写为3比2 特别是关键的天王山之战的最后时刻 皮尔斯面对詹姆斯的防守 投中一击三分 锁定胜局后 皮尔斯兴奋的说 詹姆斯永远别想过塞尔提克这一关 第六战在塞尔提克主场进行 在前往波士顿的高速公路上 欲军球迷就树立了一个加油塞尔提克 干掉勒布朗的提示牌 以此嘲讽詹姆斯 波士顿球迷漫天嘲讽詹姆斯 热火已经没有退路了 比赛一开始 波士顿的球迷见证了全力瞻的可怕 上半场詹姆斯手感滚烫 投篮17中12 其中3分球2中1 罚球9中5 反下30分5篮板2助攻的华丽数据 带领热火取得了13分的领先优势 第三节不甘落后的绿军奋起直追 两队打得火星刺剑 这些比赛詹姆斯手感依旧火热 投篮8投5中 拿下11分5篮板1助攻 不过整阶比赛热火其他球员表现不佳 全队只拿到19分 其中詹姆斯就包揽了11分 而塞尔提克同样表现不佳 全队也只拿到19分 两队在第三节打成了平手 这一节的詹姆斯杀气腾腾 就像一只嗜血的野兽一样 在第三节还剩两分钟时 镜头给到詹姆斯 那充满杀气的眼神让人不寒而栗 后来被人称为死亡之童 三节打完 热火以13分的优势进入第四节 第四节热火继续对绿军起脸输出 全场比赛詹姆斯26投19中 三分球4中2 罚球9中5 光砍45分15篮板 五珠公的华丽数据 命中率高达73.1% 而与他对位的皮尔斯 全场18投4中 只得到9分 被詹姆斯彻底打爆 老战用一场出色的表现 带领热火大胜滤军 将系列赛拖至抢7 抢7大战在热火队主场进行 这场比赛热火三角头七发力 何凯73分 其中战姆斯坎下全场最高的31分 歪加12篮板两助攻 一抢断一盖帽 韦德坎下23分 6篮板6助攻 波时也拿下19分 8篮板一抢断一盖帽 在三剧头的代理下 热火再次踢败塞尔提克 成功晋级冠军赛 在冠军赛上 面对杜维登三少率领的青年军雷霆 老大的热火三剧头 这次可没有让机会溜走 那时的雷霆天赋相当优秀 回头去看那支队伍里有哈登 威少 KD 三位MVP 只是在天赋和冲击力相同的情况下 雷霆三少相对缺乏经验 这一年各军赛 威少场景出手达到24次 杜兰特才20.84 哈登更是仅有9.6次 威少如果没有在第四场爆发 32中20 砍下43分的暴中表现 这龙系列赛的效率将更加低下 那一年 杜兰特23岁 威少23岁 哈登22岁 在西部记录赛中 雷霆先是4比0 横扫诺维斯基的小球队 随后4比1 带走科比的忽人队 细决以4比2 赢下GDP的马次队 年轻的雷霆三少 在这一年的记录赛里面 打败的都是名人堂的球员 如果没有分开 他们会有多么可怕 真的难以想象 最终经过5场的刺杀 任何队以总比分4比1 击败雷霆队 夺得总冠军 队内球星勒布朗·詹姆斯 荣获FMVP 詹姆斯终于得上所愿 拿到了圣牙第一座总冠军 从那以后 他也正式登上了 联盟第一人的宝座 2022年冠军赛的热火 实际上是迈阿密王朝 最健康的一年 也是詹姆斯打法上 彻底升级到个人巅峰的一年 在那一年 詹姆斯拿下例行赛MVP 内线进攻率是同位置 和个人一年最高 但胜利背后依旧危机似乎 2022年全民兴赛 詹姆斯最后两次传球 导致东部输球 各比赛后曾直言不讳的说 我真的很希望詹姆斯 能够自己完成投篮 而不是传给队友 皇帝拥有无一轮比的篮球天赋 但似乎总是难以完美的协调好 投篮以传球的平衡 韦德的身体状态也明显下滑 整个赛季他伤命不断 左脚踝右脚踝扭伤 手指受伤 一度缺席了17场比赛 整个赛季的后半段 韦德看上去 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爆发力 出现了慢热表现 东部半球赛对阵六马的第三场 韦德13拖二重 仅得5分 赛后很多专家痛斥他的表现 开始怀疑热火队的季欧赛前景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下一期我们将会更新最后一章 如果想了解三季头分别的内幕 别忘了点个订阅 这里是体育那些事 我们下一期再见